曾經因為眼睛手術失敗 印尼這位婦人即使視覺只剩感光功能 也不敢再去治療 可是她的僱主向她介紹慈濟一診 慈濟的印尼分會也再次來到了西爪哇省 芝卡朗市舉辦大型一診 所以先幫她找回了一邊的視力 58歲的露碧雅蒂燕 只剩下光絕的感知力 雖然能熟練的泡咖啡 生活上依舊有很多不方便 二十年前她是一位廚師 當初因醫師誤判動了青光眼手術 視力沒有好轉 隔年兩眼又陸續出現白內障 她就害怕再就醫了 她還會感到疼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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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還會不敢看她 為什麼她會感到疼愛 多年來她靠幫優和打靈工的先生 辛苦維持家計 還好在僱主也是慈濟職工的介紹下 有機會接受治療 這一天慈濟印尼分會 響應印尼警察部隊 成立78週年禁令日 再度到西爪瓦省 芝卡朗市舉辦第143次大型疫症 幫助80多位居民解決演技問題 3 1 1 一直想學習古蘭經文的 陸比亞地驗 過去只靠先生協助閱讀 如今摘除右眼白內障之後 距離夢想也更靠近 未來刺激也會幫助他 進行左眼的手術 大愛新聞 西娜利利萬傑菲爾 英里報導